大家好,今天繼續和大家看看在氣體模擬計算中的其他例子 如果大家忘記了一些公式或步驟的話,可以在上一段影片 首先和大家看看這個題目,這個題目是1992年的HKCE題目 題目上面就說在常溫常壓之下,它問你哪一個氣體所佔的體積最大 題目上面的資料就包括這幾個物質的相對原則量 包括氫、碳、氮和氧 而且在常溫常壓之下,氣體的體積是24G 題目上面就問這四個物質,包括1g的氨、2g的氮、3g的氧和4g的氧化碳 大家也知道,由於題目上面給了這幾個物質,都是牽涉到4g,即是重量 所以第一件事,大家也知道,計算過模擬計算的話 大家也知道,用這個公式應該是N,模擬計算是等於質量除模擬質量 大家也知道,由於它計算的體積,牽涉到氣體體積的話 V是等於模擬計算,乘回模擬計算 如果你將這兩位公式夾一夾的話 大家也知道,我們夾完之後 氣體體積,V就等於質量除模擬質量,再純以氣體的模擬計算 大家也知道,在這次來說 由於氣體的模擬計算是24G 所以實際上來說,大家是否真的需要計算呢? 其實是不需要計算的 第一個為例,如果我們算是N的氣體體積的話 就等於質量1,除了N的模擬質量17,再乘回Vm 而其他第二個來說,包括是淡 但大家都知道淡是2g,而淡是N2 所以有兩個N,就是14乘2,所以2除28 如果我們算是約減的話,就是1除14,再乘回Vm 而第三個來說,是3g的氧 那大家都知道,氧是O2 那大家都知道,O2的話,O是16,16乘回22 所以只有3除32 而最後來說,我們的4g的二氧化碳 大家都知道是4除二氧化碳 的模擬質量是44,再乘回Vm 如果我們算是約減的話 你看到是1除11 大家看到為什麼要約減的話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的體積 是等於V 是等於N乘2的Vm 那其實如果大家看看 模擬質量越多的話,V就越大 那題目上就問你哪個最大 所以事實上來說,大家其實 比較這幾個物質的模擬質量 那大家把這幾個模擬質量 去排排的話 我們第一個最大的 應該就是3除32 這個最大 也就是說C是最大的 而此類推第二個就是1除11 第三個是1除14 而最後是1除17 所以如果你排排的話,大家都看到 答案應該最大的那個應該就是C 因為C的模擬質量最大 所以C的體積就應該最大 那大家記住 我們不需要真的按摩 因為如果大家可以像現在 用分數形式來比較的話 這樣會比較快一點 接著看看另外一個題目 這題目也是1992年的會有題目 題目上面就說 0.01摩耳的月純 在氧完全燃屍的話 可以分別生成多少摩耳的二氧化碳和水 題目上面就給了二氧化碳和水的摩耳數 當然大家都知道 我們第一步來講 先寫出我們的反應方形式 大家都知道月純和氧化碳和水 大家都知道 如果平衡的話 應該是一摩耳純 再跟三摩耳的氧化碳 再跟三摩耳的氧化碳 大家都知道 題目上面 由於我們給了0.01摩耳的月純 所以我們給了這個資料之後 我們根據平衡方形式 而月純既然是0.01 的話 我們也就是說 二氧化碳是它兩倍 而水是它三倍 所以我們最簡單 將它乘2 和乘3 我們就可以找出 這兩個物質的摩耳數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摩耳數成了之後 二氧化碳的摩耳數就是0.02 而水的摩耳數 就是3乘0.01 然後就等於0.03 所以答案 0.02和0.03的答案 應該就是b 所以答案就是b 下一條題目 是2002年的回合題目 題目上面就說 氣態X 以及氣態Y的反應 產生氣態反應物Z 而方形式就是x加3y 變成2z 題目上面就說 在某個實驗中 我用40個SAMQX 60個SAMQY 在物方形中混合 並使用它的反應 題目上面就說 所得到的氣態混合物的體積是多少 大家也知道 計算的時候 所有氣態均在常溫常壓之下量度 第一件事來說 大家都知道 我們先寫法學方式 先寫法學方式 法學方式就是x加3y 變成2z 大家也知道 題目上面 我們摩爾比例是1比3比2 這純粹是用法學方式寫的 題目上面的資料包括 氣體體積是40個SAMQX 60個SAMQY 大家都知道 在這裏計算的時候 我們實際上來說 這個40比60應該是2比3 如果大家留意 我們實際上反應的話 摩爾比例是1比3 而氣體比了是2比3 既然比例是2比3 也就是說 前面這個x應該是多出來的 所以這次來說 我們限量反應物應該是y 大家也想到了 既然y是限量反應物的話 也就是說 到時這個60個SAMQY 應該就用完 也就是說 到時 我們如果根據方學式理的話 我們就會耗用了 三份的y 一份的x 所以根據方學式理的話 我們反應完之後 應該是用了20個SAMQX 用了60個SAMQY 以及 如果根據方學式理的話 我們就會產生到 40個SAMQZ 大家留意 在這裏面來說 我們要跟大家講講 我們計算的時候 如何計算一計 氣體運行物體積 大家留意 由於我們60個SAMQ 和60SAMQ的話 也就是說到時的y 完全沒有 也就是沒有了 而在反應完的時候 由於x是過量反應物 所以 40加20 應該就是20個SAMQY 的x剩下 而且 由於開始的時候 我們沒有 Z 0和40 也就是產生40個SAMQY 這個Z 大家都知道 將這三個氣體加起來 20加40 應該就是60SAMQY 所以答案 這題目是B 這題目是2014年的HKDSE題目 題目上 就叫大家參考以下化學科學識 將氧化鐵三 和三個一用化碳反應 產生兩個鐵 和三個二用化碳 基本上 這個反應 是我們提取鐵金屬的方式 題目上 就說 我們用了N那麼多摩爾的FE2O3 以及2N那麼多摩爾的CO 在色弓條件下去反應 直到反應完成 停止 問大家究竟可以產生多少摩爾的鐵 大家也知道 在這個計算裏面 其實第一件事 我們寫一條方式出來 大家都知道 在反應裏面 摩爾比例 應該就是1摩爾的氧化鐵三 加3摩爾的氧化碳 就產生2摩爾的鐵 大家可以看到 題目上 我們給大家 摩爾數 是 氧化鐵三 就是N 而CO 是2N 大家 第一件事 我們要知道 這個比例 是1 比2 但是 實際上 我們反應的比例 是1比3 也就是說到時候 我們沒有那麼多CO 所以CO 就是我們的限量反應物 也就是說 氧化鐵三 是國量反應物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 我們利用到限量反應物 去計算鐵的摩爾數出來 大家都知道 將2N 乘人地 除自己 所以大家都知道 乘人地 乘2 除3 所以公式 將2N 乘2 除3 所以 等於4除2 3 所以答案 大家看到 4除3 答案應該就是D 接著我們 另外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 是2014年HKDSC 題目 題目上是一個細胞裝置餘下 在失溫的時候 這個體系裡 包括有40個CMK的淡 25個CMK的氧 以及10個CMK的氧 還有10個CMK的氧 大家看到 我們會在 這個系統裡 處塞前後移動 也就是說 左右的氣塞會移動來移動去 令到裡面的氣體 會通過過量的鐵銅粉 加熱 然後在這個系統裡 如果沒有再一步變化的話 就要看看 冷卻和室溫 然後看看 下列實驗 哪個程序正確 首先 第一件事 跟大家說說 我們有的氣體包括 40個CMK淡氣 25個CMK氧 以及10個CMK氧 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系統裡 由於銅是金屬 金屬的話 它只會銅氧氣反應 大家都知道 第一個題目 一套銅粉會變成黑色的物質 大家都知道 在這裏面來說 由於銅 當它接觸到氧化的話 它會變成氧化銅 大家都知道 銅本身原色是紅中色 當經過加熱之後 變成氧化銅的話 它會變成黑色 所以第一個答案來說 大家看到 我們的答案 說銅粉會變成黑色的物質 這是正確的原因 因為我們產生了 我們的氧化銅 二 好了 至於第二題目來說 總體積會減少25個CMK氧化銅 題目上來說 這個答案 也是正確的 原因是大家都想到 在這裏面來說 由於我們的氧化銅 是一個過量反應物 既然它是過量反應物的話 我們 也就是說 我們的氧化是限量反應物 限量反應物 也就是說 到時所有25個CMK氧化銅 全部都會反映 也就是說 到時的體積會減少25個CMK氧化銅 而最後來說 如果用過量鐵粉 替代銅粉的話 會觀察到 得到相同的總體積的變化 其實這個答案 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個答案 也是正確的 為什麼呢 大家都要留意 正正就是 因為剛才 跟上面的情況一樣 就是 由於我們用的鐵來講 這次鐵 都是過量反應物 題目上也說是過量的鐵粉 那既然是過量反應物的話 也就是說 同一樣 我們的氧化銅量 也就是說所有的氧化銅量 同一樣消耗了 也就是說 到時 它的體積變化 都是25個CMK 既然三個答案都正確 大家都知道 答案應該比較好 接下來 另外一條題目 這條題目上 就說 我們一模的 某一個氧化銅 即是碳氧化銅 需要九摩爾的樣子 才能夠完全燃燒 問你 這是什麼氧化銅 大家看看 這條題目 很特別 這四個氧化銅 都是六個碳氧化銅 所以 我們如果是寫的話 先寫出第一條 便宜方向式 大家也知道 如果假設我們的氧化銅 我們稱為 CHY 它就會加 X加Y除4 那麼多的樣子 刷新X的CO2 以及Y除2 那麼多的水 大家都知道 在這裏面 摩爾比例 應該是1摩爾的聽 和9摩爾的氧化銅 所以這是1比9 大家都知道 既然是1比9 即是到時 我們的X加Y除4 應該是9 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裏面 由於X來說 因為我們的碳 一定是6的碳 所以X是6 而整個摩爾數來說 是9 就等於是X加Y除4 那麼 接下來 我們簡單來說 就是 我們去解解 我們的公式 既然 9等於6加Y除4 那麼 再進行調項的話 Y就等於4 乘以9-6 所以答案來說 大家按一按機之後 應該答案是12 所以大家看到 如果是12的話 這個法物應該就是C6x12 所以答案 應該就是C 今天也跟大家講了幾個不同的例子 希望對同學 在計算器體體積的時候 都有些幫助 好 多謝大家觀看